我这才看出来 这不是伊娜吗 原来大大哥是不认识我了 我还以为做了大老板的人 就不愿意跟别人打招呼了 怎么会 我是真没看出来 一年不见 伊娜已经变成一个大美人了 伊娜现在可是西双版纳的孔雀舞公主 是吗 那太好了 伊娜 我有几个厂商就特别喜欢版纳的文化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 让他们也见识一下你的舞蹈 那就要看段大哥要怎么谢我了 伊娜 这个你放心 你段大哥最知道怎么谢人家了 他是一谢再谢 还就怕别人谢不够呢 没错 这个生意人遇上了朋友 还真是不会做生意 我说村长 我以为你今天请我吃饭 没想到原来是顿鸿门宴 大家凑在一起来说我的不是 好了 哎呀 来来来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怎么了 没事 他给烫了一下 没事吧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没事没事 来 没事没 啥呀 好忙忙找找干 你考考毕业考好那天下着的大雪 可是你的手心就一直出汗 我陪着你把手插在雪堆里面 你说怎么办 汗停了 手却冻僵了 我出水逗的时候 你整天抓着我的手 就怕我在昏迷的时候把脸给抓破 还有我每次一犯的脾气 就用手捧着我的脸 叫我闭上眼睛冷静三分钟 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没事吧 来 西窗板那真美 如果说不是为了生意的话 我真想就待在这儿不走了 来来来 段舖 想想你的大计划 什么大计划 段舖 想发展西窗板那旅游视野 不仅请了一流的摄影师 来给板那拍照 而且还打断在彩虹寨 盖座以环保为主题的旅游村 最近我看了很多州政府的资料 我发现板那有大量的青年往外的流失 我想这么背景离乡的 也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吧 可是我们板那有这么丰富的资源 怎么就造就了人才外流的结果 这岂不是白白辜负了老天爷对我们的恩赐 所以说我想盖一座天空之城 好美的名字啊 对啊 让更多的人了解西窗板那 把这里当作旅游的世外逃人 这不仅造就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对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那那么多游客要来到板那的话 那会不会破坏我们雨林的环境啊 所以断鹏才把冰飞找来拍照 就是先推广一下保育雨林的观念 其实我也不得不赞同封闭保育雨林 所以这样的事 要先告诉大家保育雨林的重要性 的确 不过这可是个很可观的投资啊 这恰恰是我最不担心的一个部分 我不怕花钱 也不怕被劳力 因为如果不是西窗板那的话 当初我那个四处流量的父亲 可能早就饿死了 也不会有今天 所以说真的如果能为板那做点什么 这本身就是我的骄傲 当然如果有了大家的支持 我想天空之城就已经造了一半了 那要是这样的话 断大哥我有一个想法 要跟你商量一下 好有什么事你说 对该不会又是你的不枯草吧 那怎么了 什么是不枯草 其实都怪我 我在我阿爸留下的古书上 发现我们雨林里生长着一种神草 据说能治百病 甚至可以齐齐般的起死回生 不过 在百年前就已经绝技了 那我用你的话说 不枯草现在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 上次我跟你们说过 白相救了我的命 你们都不相信 那要上我说的话 不枯草既然能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它就一定能找到让自己重生的地方 我说什么你们还是都是不相信 我觉得玉波涵说的非常有道理 能够找到不枯草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相信 好 谢谢段大哥支持啊 那这样 我再派几个人帮你一块去找 那倒不用 只要将来 我真的找到不枯草的时候 您能拿出一笔经费 提供给科考队 让他们做研究 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不枯草 那就谢谢了 没问题 这本身就是件助人的事 我开心还来不及 那好 为了这么一个大计划 我们干 干杯 干 干 干 因为你说的那些事情 根本就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 我感觉出这个若宁给你很重要 如果你想赶紧找到他的话 就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这个终于有机会 我这个终于要不是 我这个终于要是 我这个终于要是 这种终于要是 我这个终于要是 最终于要是 你需要的终于要是 我这个终于要是 放手 哎呀哎呀 慢点慢点 你还喝了 你再喝啊 都把小米酒当茶喝了 越喝越胡说八道 我胡说什么 你差点把你拿去帮你端棚了 那不正好 好水啊 不做了 不客 你让你心痛苦啊 你怎么会让我心痛 怎么会让我揪心你 因为我心里有你 我心里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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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看来这个陆冰飞不光脾气很特别 才能也的确不比一般 现在连我都有点喜欢她 这点我和段总有点像 越比我强硬的人 就越容易吸引你 那这下我完蛋了 我这个人就知道对女人好 这可怎么办 这跟雨林的道理一样 就靠一个扣一个的食物链 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 那可真是没办法 老天爷定的游戏规则 大家也只好个按天命 但是有一个原则 大家最好都不要中途退场才好 那当然 既然你这么喜欢冰飞的作品 我们来聊下个阶段的计划吧 邦总 陆先生找你 你怎么来了 段总正在夸张你的作品 我跟他聊下个阶段的计划 对不起 我跟他聊下个阶段的计划 我跟他聊下个阶段的计划